联盟大事,场外风云,白话美之篮,一起聊个球,我是老白,想拿到总冠军 在如今的NBA里面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有些球队重建了二三十年,依旧没有拿到这样的荣誉 毕竟是三十只球队一起竞争,能够打进季后彩的球队也只有十六只 对于一只NBA球队来说,如何组建争冠阵容非常重要,就拿上个赛季来说吧 篮网在常规赛之前的表面实力联盟第一,因为他们拥有欧文,杜兰特和哈登 而且胡人也被认为是心部最强的球队,他们核心阵容有詹姆斯,威少和戴维斯 但最终两只球队都失败了,主要的原因就是阵容不合适 这里的不合适有球员的打球风格以及球员的性格,而最终拿到总冠军奖杯的球队是勇士 他们在上个赛季之前并不被看好,但他们的阵容很合适,球员之间的性格也比较合适 一只正冠球队由核心球员和角色球员组成 一般情况下,核心球员之间合作的时间会更久一些 因为球队的老板愿意给核心球员大合同,而角色球员则经常会辗转各支球队 拿到总冠军之后,勇士队内多位球员的身价上涨了 像小佩顿和波特这样的角色球员,本来是底薪合同 但是夺冠之后,他没有资格在自由市场里面拿到大合同吗 但是勇士管理层没有办法给他们这样的合同 最终波特去了猛楼,而小佩顿去了开拓者 有一部分人可能会认为勇士的实力被削弱了很多 但其实并不是这样 角色球员之所以能够友好的表现,大多数的情况 是因为核心球员表现好,从而带动了他们 既然有人离开了,那么就会空出位置 勇士在自由市场里面潜下了迪文勤索和杰迈克尔格林 迪文勤索算是主动加盟勇士 因为他相信勇士的体系能够让他友好的表现 而杰迈克尔格林并不是主动加盟勇士的 在格林和克尔没有给他打电话之前 他已经决定加盟其他球队了 可是当自己的好友格林 一级联盟顶级的主教练打电话发出邀请之后 杰迈克尔格林决定底薪加盟勇士 他接受了格林的邀请 杰迈克尔格林在联盟一直是大前锋的位置 上个赛季里面,波特经常会出任这个位置 既然波特离开了,那么牵下杰迈克尔格林 也算是非常不错的步强了 毕竟他在之前的职业生涯里面 展现了出色的投篮能力 也有一定的篮板球能力 杰迈克尔格林上个赛季是绝金球员 在季后赛对阵勇士的时候 他场均能够得到4分2.6篮板0.4助攻 投篮命中率有37.5% 三分球命中率是20% 当看到他这种数据的时候 可能会有一些治愈声出现 但是在20-21赛季的时候 杰迈克尔格林在常规赛期间的 三分球命中率高达39.9% 这就是勇士为何牵下他的原因 一般情况下 加盟勇士的角色球员 在投篮方面能够取得一定的进步 因为勇士的体系非常出色 库里在场上能够吸引包夹 而且球员之间也相互信任 角色球员很多时候会得到 很多空位三分球的机会 从以往的经验来看 库里能够帮助杰迈克尔格林这种 类型的球员重回巅峰 当然也需要他自己把握机会 毕竟勇士队内的球员也有竞争 由于勇士队内的气氛很好 再加上阵容非常不错 很多角色球员都想加盟勇士 但是勇士管理层也没有办法 签下特别优质的球员 毕竟并不是每一位球员都愿意强心争贯 大部分的时候 高薪水更有吸引力 在自由市场签下两名球员之后 勇士现在大名单有常规合同的球员达到了13人 也就是说勇士需要再签下两人 距离常规赛还有一定的时间 勇士也不着急签下球员 从勇士管理层的以员方向来看 以格达拉如果回归的话 会给他一份合同 而另一个签人名额大概率会补强空位 当然按照以往的引员方式来看 勇士可能会在常规赛之前 签下一位非完全保障合同球员 勇士现在的核心替补也基本确定了 分别是库明家 怀斯曼 穆迪 普尔 迪文勤左和杰迈克尔格林 在NBA的常规赛里面 克尔大概率会采用10人轮换的模式 但是到了季后赛 大部分球队的轮换球员会缩减到8到9人 勇士的这些替补球员 除了普尔的出场时间会很长 其他地步球员都需要依靠自己的表现 来获得更多的出场时间 勇士下个赛季的核心阵容没有变化 即使在修赛期里面 韦金斯和普尔的续约问题没有解决 但勇士管理层也不会交易他们 毕竟争贯的时机并不多 勇士下个赛季依旧是联盟非常强的争贯球队 能够再次夺冠的话 即使有一些核心球员以自由身离开球队 那也值了 库里现在34岁了 克莱汤普森和格林32岁了 这些球员目前依旧处于非常好的状态 勇士下个赛季也会重点培养年轻人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 勇士的争贯窗口至少还有四年的时间 因为库里和勇士的合同还有四年 也许有人担心万一格林未来离开了勇士怎么办 这对勇士来说影响并不是很大 因为格林目前在场上的影响力在慢慢减小 勇士也需要寻找替代者了 希望下个赛季勇士的角色球员能够友好的表现 也是期待库里能够继续取得成功 然后另外一边 根据NBA知名记者沙普斯沙拉尼亚最新报道证实 蓝网队已经明确告知参与凯文杜兰特交易谈判的 十支球队停止交易谈判 管理层做出决定不交易凯文 杜兰特 至少这个休赛期没有交易杜兰特的计划 2022-23赛季训练营将在一个月后开放 蓝网队管理层最终决定 不交易杜兰特 尽管杜兰特在伦敦面对面再次向老板蔡崇信提出交易申请 但是蓝网队权衡在三后还是做了决定 将杜兰特留下 新赛季杜兰特必须到训练营报道 自从杜兰特提出交易申请以来 有十支球队实质性接触过蓝网队 提出了各种交易方案 这些球队包括太阳队 猛龙队 人活队 踢苦队 老鹰队 熊鹿队 勇士队 凯尔特人队 76人队和灰熊队 没有任何一份交易报价能让蓝网队感到满意 距离蓝网队的要价都有一定差距 过去这两个月 关于杜兰特的交易谈判基本没有任何重大进展 太阳队 踢苦队和勇士队等都先后退出交易对话 沙姆斯 沙拉尼亚透露 蓝网队之所以决定放弃交易杜兰特 主要是两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蓝网队对杜兰特 凯利欧文和本西蒙斯的阵容很有相信 相信下个赛季有机会夺冠 蓝网队坚信 球队阵容有了根本性提升 达到了总冠军级别 总经理萧马克斯交易兰罗伊斯奥尼尔 牵下TJ我轮 千惠帕迪米尔斯和克拉克斯顿 补充了球队封线防守力量 与此同时 本西蒙斯和乔哈里斯会健康归来 更重要的一点 欧文解决了疫苗问题 蓝网阵容完整健康令人期待 蓝网队非常有信心 过去两个赛季的问题也不会再出现 也不会像季后赛那样阵容残缺 西蒙斯与哈里斯付出 肯定会推动球队在新赛季呈现出竞争力 沙姆斯沙兰尼亚透露 蓝网队也相信 新赛季开始后 杜兰特会认真打比赛 杜兰特热爱打篮球 赛季开始后 他会像当年的科比那样 经历交易风波后 会带领球队专注于赛场内 另外一个原因 蓝网队认为 现在的交易谈判队自身不利 由于杜兰特的年龄 健康等原因 参与交易对话的球队都缺乏诚意 可以肯定 对杜兰特有兴趣的球队都不会提升筹码 凯尔特人队坚持只送出 杰伦布朗和部分首轮选秀权 替库队拒绝将英格拉姆作为交易筹码 蒙隆队斯科蒂巴恩斯和太阳队德文布克 都没有出现在交易对话中 蓝网队管理层认为 新赛季开始后根据新情况在评估 这对球队更有利 也更加符合球队现在和未来的利益 莎姆斯沙拉尼亚表示 蓝网队并不担心杜兰特拒绝去训练营报道 原因很简单 杜兰特还有4年1.98亿美元合同在身 他没有伤病问题 就必须要为篮球队打球 否则将对他职业生涯造成极其糟糕的影响 新赛季 只要蓝网队战绩飘红 球队能看到多过希望 杜兰特或许会灰心转意收费交易申请 而且如今篮网和欧文之间的关系在慢慢修复 不仅欧文坚定留在篮网 篮网如今也坚定留下欧文 看起来他们愿意给欧文一个机会 在下赛季打出合格表现之后 长期留下欧文 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安抚到杜兰特 如此一来 整个休赛期 忽然就被彻头彻尾的戏耍了一番 为了欧文 他们把其他所有的运作交易都推后了 等待着欧文的消息 詹姆斯和威少之间的关系越出越尴尬 威少换掉了自己的经纪人 胡人官方推特整的休赛期指 发布过一条带有威少的报道推文 威少本人也和胡人其他球员几乎没有任何联系 然而 在距离下赛季的球队训练营只剩下一个月不到的情况下 威少仍处于胡人的阵容当中 加上詹姆斯会提前组织一个迷你训练营 解释胡人要么尴尬 要么更一式出现混乱 橘心 泡